我们看外资认错行情来了 怎么说外资上个礼拜呢 买超前十大股票里头 有六档都是金融股 也就是金融股没有那么差 那上礼拜他们买的前十大的股票 包括永峰金 中钢 元大金 新光金 联电 兆峰金 利基电 中信金 台信 长荣 六档金融股 所以这样子的认错的行情力道有多强 还是只是外资稍微恢复一下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蛮强的 其实大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这个演绎的节目 在之前当金融股在去年年底还有今年的时候 它有一波的大涨 那个时候我在我个人的节目里我有讲说 大家千万不要去买金融股 被骂翻掉了 那几集我刚好都有看 被骂翻掉了 你看那个很恐怖 我们就是真诚分享 观众朋友可以自己做决定 那那个时候呢 我为什么说不要去买金融股 因为我们知道 在台湾大家去买金融股的 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存股 那你存股是为什么 为了赚它的利息 所以当它的 因为它那一波上涨的时候 几乎了 金控股 我们以金控股来讲 几乎平均的殖利率呢 预估的殖利率 大概都是在2%左右 没错 那你去买2%的 2%的殖利率的股票 做存股 意义在哪里 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因为你干脆摆定存 可能利息还比较高一点 所以当时我就讲说 不要做存股 可是你可以看 这些的股票 有很多的金融股 他们现在股价跌下来了 股价跌下来 他们的殖利率自然就上去了 现在平均的殖利率 大概可以差不多到4%左右 那4%就值得开始进场了 所以呢 再加上呢 你可以看外资也回来了 那其实事实上投信呢 其实也并不看坏金融股 而且呢 在各方面来讲 我也不看坏金控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波的金控股的大跌 有一大部分原因 是因为受嫌股 买了一大堆的这个外债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债券呢 那大跌 所以呢 这个账面上的损失很可怕 那可是呢 你看到没有 现在呢 自从联准会宣布说 好 我们要暂缓 升息的速度跟幅度之后 那么 这个美债殖利率 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 就开始回档了 跌破4%了 那然后呢 债券价格就开始回升 对不对 那表示怎么样 这些金控股 他们的 这个当初的账面的损失 可以开始回升了 那所以我觉得 金融股可以开始注意 对 尤其是像富邦金 我觉得他们在资本利得上面 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他们上礼拜自己 有公开承认就是呢 他们连前三季资本利得都将近600亿 是 很多人都以为说 哇 今年这个应该就是股债双跌吗 那富邦金的资本利得应该少很多 就还有600亿 然后呢 这个总经理还说 我们手上有2300亿银蛋 等着加码台股 是 对不对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因为呢 他们有很多是摆在不动产 对 因为富邦金有很多是摆在不动产 尤其是海外的不动产 那海外不动产呢 他们为什么还可以 因为美元升值 美元升值 所以他在海外的这些不动产呢 他自然就增值了 所以他的这个账面上的价值 会有比人家赚得多 原因就在这里 好那永元哥 我插嘴问一个 我们脚本上没有的问题 虽然我们脚本也只有一页 我想请教永元哥 是因为我们待会要讨论的是 六大公股银行股 那既然我们把富邦金的资本操作 讲得这么的 我觉得算是水准 No.1 No.2 那所以如果现阶段要让大家选的话 你会建议是买富邦金 国泰金这种民营的银行 还是呢 关股金控 还是投资目的不一样 想法就会不一样 其实看个股 其实看个股 那其实大部分的 这个公营的金控股 或者是银行股的话 我比较不会大家去建议说 大家通通就是闭着眼睛去买 像是之前的像是赵风金 大家都看好 所以呢他大涨 结果搞成他的那个 预估的殖利率 大概只有1%多左右而已 那那个就不太值得买 那可是呢 我们也不能说 公股行库的这个都不能买 大家看一下 那像其中呢 台气营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那虽然你看一下 他预估的殖利率 明年的预估值 大概只有1.5% 可是呢 他是以股价价差取胜 对 因为呢像是MSCI 也把它纳入了 那个权重股里面 而且呢 他很奇怪 今年大家都赔钱 可是呢 他的EPS是创历史的新高 以前这只股票 我从来不会去看他 因为他的经营绩效 真的 这个好 他打消了一些呆帐 对 然后呢 他就整个转股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 这只股票可以值得注意 可是呢 你要不要去追高 那我觉得还有更多 更好的股票 有更好的选择 对更好的选择 那像譬如说呢 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一看 像是富邦金啊 国泰金这一些 那富邦金当然 他已经涨幅是比较大的 那国泰金就涨幅就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注意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手板 跟大家做个整理跟报告 为什么今天要讨论这个 主要是因为呢 现在就是这些官股银行 要配多少的股票股利政策 其实都有上缴财政部 做一些相关的报告 所以媒体有披露 那一般是预估呢 像核库第一华南 会维持去年的股利的政策跟水准 那赵峰金因为今年获利有下降 所以呢 大概会从原本是配1块4 现在是下降到1块2 然后另外像张银的话 大概会从0.7% 是进一步0.78元 进一步下调到0.5元 但是呢 公司表示机 有可能会多配一些股票股利 然后台庆一向 刚刚有年哥说的 原来是配0.1 那因为经营绩效比较好 所以现在会进一步加配 加发到0.2元 那整体来看呢 现金殖利率的水准 大概是3到4%之间 不过这是现金部分 我们还会有一些股票股利 那加总起来看 总殖利率的话 就是4%以上很不错 4%以上还不错 可是应该还会有更好的 就这个不能满足你了 好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表格 那么我们按照它前10个月的EPS 然后预估呢 它今年度的EPS是多少 那么然后我们再按照它过去10年 它的平均配息率 然后我们计算出来 预估明年的配息 大概是可以为了多少 这个我们是没有包括把那个配股的算进去的 我们只算现金 只算现金 因为呢预估的殖利率 所谓的预估殖利率是现金殖利率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只计算这一个 好那我们可以看了 其实呢 你就可以发现 有很多的这些个股来讲的话 他们明年预估的殖利率其实都超过4% 对很多5%甚至开发金到7% 7%的 对不对 那这个台信银还是最低的 百分之一点多而已 OK好 那事实上呢 那你可以看一下 最高的 像是呢 这个富邦金 国泰金 对不对 开发金 这开发金当然也是属于公骨行库 然后呢 元大金 他们都是超过4%的 那这个中信金也是一样 那其实你可以看啊 像这个富邦金 国泰金 应该说国泰金 开发金 还有呢 就是这个中信金 那他们大部分呢 像是富邦金 国泰金 中信金 都是属于那种受险 就是保险业是做骨干的 那他们的这个 我们预估的殖利率 为什么 他们今年大部分都赔钱赔产 那为什么我们还可以 把它都用在4%多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回冲了 所以再加上他们都已经有讲过了 就是准备呢 把那个资本攻击啊拿出来 未分配盈约 拿出来分配 所以呢 应该是还不错 那再加上呢 一个重点 我们看一下 以个股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国泰金 为什么看国泰金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